好了,大家好,今天是4月12日 回到明報報上賣新機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Dollar Yen和美匯指數 先看看Dollar Yen 你看到Dollar Yen衝穿了152之後 再進一步上去 當然大家都清晰 因為美國的息口減息的預期降溫 通脹都還未受壓 市場預計美國減息6月未必會減息 美金馬上抽獲上去 帶動Dollar Yen衝穿過去幾年的高位 你可以看到Dollar Yen在2022年10月 最高是15196 當時2023年11月 即是去年11月都是1517多 今年終於衝穿152 技術片上 美金仍然保持向上 你要看日元跌 美金升是正路的 但要小心 日本央行會有機會 口頭干預也好 實際干預也好 會影響到Dollar Yen 短炒來說 暫時來說 我們沒有能力去判斷 什麼時候日本央行會干預 但走勢上 我們理論上要做 都是買美金沽日元 只不過你要綁緊安全帶 放少一點的止蝕 正常來說 不應該回到10天線 回到152樓下 或者是回到152 你用20天都是15160 你只不過是放到這些位置 就是152樓下低一點 你就應該要止蝕 正常來說 你應該繼續向上看 至於去到哪裏 會不會是155 156 現在很在乎美金表現 和大家看看美金 你看到美匯指數 已經抽了上去 主要是4月10日 CPI CPI不跌 反升 減息的預期降溫 繼續抽上去 現在看美匯指數 下一個阻力位 大概是105.96 看看是否成勢 再繼續向上 至少我們現在清楚 或者看到 美國的息口 沒有那麼快減下來 美匯指數仍然在做好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大家小心點 如果你多了 是擔心日本央行 唯一是擔心日本央行 暫時來說 仍然是美金強 日元約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有問題 留言給我吧 拜拜